方法三,方法三的话就是说,将来我希望以后我的工作不用再那么苦命,要Key很多的公式 而是怎么样,直接按下这个按钮,它就帮我把结果输出,帮你解决问题 当你下一次要再做的话,可以把它清除掉,再按一下,又可以再继续完成的工作了 这样的话呢,我们来试一下,这个是完成的,再按钮按下去 就跑完了,再按一下,就清除掉了,OK 那程式只有三行,可是很少,你们可以看了,最后完成的结果 反正以后你们可以,就是没几行,你们可以看一下,在云端上面 这个我们云端范例里面,大概再往我们这边,里面的话 其实就有完成的这个这一行,就是,就是上面这两个不算 上面这两行不算的话,就是回圈,然后跑这个,在,就其实重要 那就是这一行而已,那这一行要怎么把它完成,其实都是,你可以用理解的,不需要十倍 这些都是理解,你不用背,背起来你也背不起来,这么长一串怎么背,但是有规则性的 因为里面的话,最重要规则就是说,我们用Sales来表示什么,表示储存格 那哪一栏的储存格?一栏的储存格,后面的公式就是在后面这些,所以它动态 那范围的话,就是从第四列一直到第103列,帮我重复,重复的意思是跑回圈 重复这件事情,它一下一个一个帮你把结果放进去,答案就做出来了 没有几行,但是它的效用还蛮大的,有时候程式写完,按下去,感觉非常的有成就感 真的是,很多事情真的,如果你不把程式写出来,你要做很多很多动作,才能完成一件事情 但是你把这些事情都把它程式化之后,按出来,哇,那个快感真的是,不是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种感觉,我想你们来这边学,应该也是想要学习这样自动化的功能吧 不然的话也蛮辛苦的,下班还要赶在这边,然后又要听我讲这么多很难的东西,头快破掉了 那当然就是说要学,那怎么用这个VBA可以做出这两个按钮 接下来几个重点,我想以后都类似的发法,其实都不断重复嘛 第一个,我们就是要把这个东西叫出来,所谓的开发人员 这个你们的环境里面没有的,预测是没有,那怎么样把开发人员叫出来呢? 当然你就升级成开发人员了,所以你一般使用者跟开发人员是不同的 你可以开发你就是有,怎么样,有创造力的人 有创造力,你就可以设计规则让人家去使用嘛,对不对 反正以后呢,我就规则就这样子,你就照我的规则了,你就follow我的规则 所以你会发现,这个世界上,当然拥有财富的人,当然都是创造规则 然后呢,一般比较辛苦的就是去follow规则的人 所以你会发现,现在最赚钱,像智慧型手机,像贾博斯,Apple嘛 全美市值最高的第一名,第二名的话就Google Google,你看我用那么多,其实它就是产生一个规则 我们是用它的规则,去产生我们的结果 这些人其实都虚的嘛,但是其实最赚钱的 而且尤其像Google后市看涨,而且它的市值 不知道是不是已经超过Apple了,好像即将超过Apple 那他们在做什么事情,实际上就把很多实体的东西变虚拟化 然后放在云端上,放在手机上,然后让你不得不用它 而且用了你会爱不释手,回不去了 就像说现在给你一支Nokia手机 我想你应该也不能接受,没有智慧型手机的那个年代 可能对于你已经习惯的人来说,应该是没办法接受的 OK,那再来怎么样,把这边做出来 第一个开发人,开发人怎么叫? 第一个,点上面的功能,其他命令 这个功能,这边其他命令,然后呢,制定功能区 再把开发人打勾按确定就可以 所以这边就要一,这边上面一个小箭头 然后呢,再到那个刚刚一般的选项 这边点下去,这边点下去,其他命令 其他命令,其他命令里面的话,点自定功能区 然后呢,只要把什么呢,开发人员打勾就完成 按确定就好了 所以这个,然后其他命令,制定工作区 再来开发人员就OK了 第一个,以后的话,反正你上课只要写VBA的话 请你就这样照做 OK,第一个,你的开发人员的页面才会出现 那因为我们这边有还原 所以你每次都要再做一次 所以你至少到这个课程结束至少要做八次 应该也记得起来了,那你家里的电脑只要做一次 因为你家里的电脑应该不会还原 所以做一次就可以了 就永远都会有开发人员这个标签,对不对 第一个,第二个的话呢 我们就是要进入Visual Basic 这边这个按钮 所以以后的话,特别注意就是这个 这个就是自动化的一个工具 你所有的东西都可以自动化 只要Excel里面,所有你每天做的事情 通通都可以自动化 就靠谁呢?靠他 只要你Excel做得到 你每天做的动作,全部都可以把它变成一个按钮 按下去之后,它就自动可以让你完成 那只是说你要怎么样 按部就要来 再来的话,我们点击Visual Basic 这个时候的话,程式就可以写到这个去 不过,这个是我已经完成的 你们理论上应该开起来类似像这样子 然后你们的专案,有没有特别注意哦 它的专案,它会把你的专案名称放这里 你的工作部Excel的档案放这里 前面会多一个VB Project 表示它这个VBA就是一个专案 那我们只要做什么呢? 直接在这上方按右键 插入一个什么呢?模组 也就是说呢,将来所有的程式 通通写在这个模组里面 OK,所以特别注意哦 你把Visual Basic打开之后的话 看到上方有一个VBA Project 你就按右键插入一个模组 插入一个模组之后的话呢 这个时候呢,你确定一件事情 你这边会有一个模组 模组会多一个Module 1 就一个就好了 以后的所有的VBA程式 你就把它写在这个模组 Module 1就好了 你不要再插入第二个 就插一个就可以了 除非你已经写了很多要分类 那再来的话呢 接下来就是 在这里面呢 插入一个什么?程序 在一个模组里面 可以有很多的程序 这个程序的名称呢 我们叫做门号好了 比如说这个地方是要针对 产生门号用的 所以我给它一个名称 叫门号 当然打中文没有问题了 然后按确定 就OK了 第一步就完成了 我想已经步骤够多了 请各位先把这部分先完成 那再来如果已经完成的同学 可以试试看 反正没几行 三行程式打上去 直接执行它 这个就完成了 OK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试一下 先把环境的设定 先设定好 再来我们就要来开始撰写 简单的程式 OK 程式部分的话 只有短短的三行 其实理论这样讲起来 4NES扣掉的话 大概就一行而已